中印达成协议 双方军队脱离接触 关键时刻 印度终于认怂了 众所周知 2020年以来 印度军队就不断在中印边界挑衅 甚至双方军队插枪走火的情况时有发生 当然 中印两个都是大国 还都是核大国 所以呢 双方也都是很克制的 没有动用热武器 顶多了是用拳头互相攻击 但是长此以往下去不好啊 对我国不算是个好事 对印度来讲更是坏事 所以终于就在最近这两天 好消息传来 中印双方已经达成了协议 双方士兵脱离接触 中印边境要和平一段时间了 我们经常说 2024年 咱们这个世界不能再崩坏下去了 你看看 俄乌战争快三年了 巴以冲突恢复一年了 朝鲜半岛局势风云变换 南海菲律宾在不断的挑衅 而11月5日美国大选之后 有没有可能引发内战呢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啊 咱们这个世界陷入一场大战 而关键时刻 中印能够达成协议 不再纠结与领土纠纷 我觉得这实在是个大好事 当然很多人想问 为什么关键时刻印度认怂了呢 因为过去几年都是印度人在一直不断的挑衅 现在他终于意识到中国的强大了吗 是的 印度近些年来说实话也遭遇到很多问题啊 表面上看过去十年 在莫迪的领导之下呢 印度经济也算是突飞猛进 已经超越英国成为了全球前五 而且印度真的有可能在未来两三年 超过日本超过德国成为全球前三 但问题在于啊 印度这个低质量的经济成长 普通老百姓并没有获益很多 印度表面上有14亿人口 其实有13亿老百姓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尤其是表面看过去十年 印度GDP飞速发展 但实际上计算工业产值呢 印度的工业产值还是在下降的 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印度政府非常希望发展电动车产业 和马斯克谈 马斯克根本不过去 为什么 特斯拉对印度老百姓来讲 几十万一辆 那妥妥的是奢侈品呀 印度希望中国过去投资 可是中国的电动车产业敢去吗 一方面 中印边境过去几年纠缠不清 印度国内有很强的反华势力 另一方面 我们的手机产业过去了 我们的手机品牌在印度取得了半壁江山 结果怎么样 人被抓 钱被扣 股份被逼要变卖 在这个状态之下 有什么样的中国企业敢去印度投资呢 尤其是过去一年 印度给中国人开的签证才2000多张 中印可都是有14亿人口的大国呀 以至于有很多前期到印度投资的企业 这个管理人员 工程技术人员都过不去 偌大的印度现在只有一个中国记者有签证 能够在印度采访 在这个状态之下 我们还怎么去印度投资啊 所以印度终于意识到了和中国交恶的巨大风险 而且中印同为上河组织和金砖组织的国家 本来中印是可以携起手来共同发展的 而且中印之间的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 所以啊 印度是不是意识到了未来的风险 因此主动要找我国求和 我觉得这才是踏实的态度 中印是搬不走的邻国 谁愿意多一个敌人呢 谁不想多一个朋友呢 我们下期再见